好 我们现在开始开会 那接下来是陈正文陈一言15分钟 谢谢 谢谢交通部门陈主席 以及我们交通部门的市政府的各位的首长们 及市民朋友 议员同事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今天针对县市合并之后 原高雄县的交通 因为钢山地区南钢山站的开辟 让原高雄县的市民朋友 来到市区更方便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计划到 钢山火车站这一段 就我所知计划在我们议会 很多不分党派的同仁 持续在争取 市政府的努力之下 这一段的通车也是可以预期的 那首先我先针对 比较偏乡的部分的交通 我来就叫我们交通局的局长 虽然捷运开通了 但是由于比较偏乡的 比如我的选区有弥陀 永安 燕草 他还是离捷运站比较远 还是需要透过转程的方式 才能够到达这个捷运站 那我们也很感谢交通局 在五都首创 六都首创 有我们所谓的继承弹性的运输 就是所谓的市民朋友 可以透过预定的计程车 来当作公车使用 让搭乘更便宜的交通的 比一般的计程车的费用还要低 但是可以大家 一些要就医的老年人 一些长辈朋友 透过共城 一起搭这个交通局所推出的 扩大继承的运输方案 到达你想要去的地点 就我选区永安为例 在105年的1月到8月 短短8个月的时间 有6000的搭乘人次 6000的搭乘人次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永安地区这个偏乡 还是以老年人为主 所以这个交通措施 的确是可以让偏乡的老年就医 或者是学童就学 能够提供一个另外一个选择 交通的选择 便宜又舒适 所以也很感谢交通局 在今年也办理了 燕巢区的一个 继承谈讯运输的一个计划 那在这里请问局长 在燕巢的事办的成效如何 那另外一个部分 除了在我的选区有永安燕巢之外 是不是有像弥陀 上往更北的 像茄定 这些地方是不是已经有了 或计划在什么时候可以事办 因为从永安地区的成效 看起来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从这一方面请局长 做一个简单的答复 江中局陈局长请答复 谢谢陈议员的关心 也很感谢陈议员在这个 燕巢区就医的计程车弹性运输 我们提供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 也给我们很多的协助跟指导 那我们整个在燕巢地区的 就医计程车的弹性运输 主要是因为本来它当地有专车 后来它因为没有回馈金停掉 因此我们才提供这种弹性的计程车 那8月29号开始 刚开始 那9月呢 大概我们搭乘的人 跟10月到目前为止搭乘的人 大概已经是9月的大概2倍半到3倍了 所以这个人数持续在上升当中 人次是多少 人次的话 因为他早上两班校两班配合他这个就医 那9月份呢有14个人4个趟次 而且前两天搭乘的时候就先预约 那现在到10月 已经高达到36人8个班次 然后4天前他就开始预约 好 局长我想今天会问你这个问题 也是很多乡亲 我到宴朝区在跟他们沟通的这个过程 他们很多人还是不晓得有这个服务 所以我想从永安的这个例子来看 的确宴朝区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 我想宴朝区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 我想可能是因为宣传的部分 我在这里请局长 拜托透过民政系统或者是透过任何的 包括卫生局也好 能够有更多的宣传的让市民朋友知道 我们宴朝区有这一项的服务 因为宴朝区的市民朋友针对免费 社区巴士停死之后有很多的怨言 但是我们交通局提供了这个 辩民的措施之后 我想可以降低这些民怨 但是同时你有这么好的一个政策的时候 你一定要透过各项的管道 让市民朋友更多的了解 包括很多市民朋友 他动作是手机会就会停下来 所以很多人还不晓得是要事先预约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是不是请局长加强宣传 是这个我们再来加强 因为我们大概也实施了一两个月 会来检讨说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达成率比较高 那刚才议员也提到说 是不是透过民政系统的管道 让这样的讯息让更需要的人能够知道这个预约的动作 我们会来努力 好 局长你请坐 接下来就是我刚刚也有提到 我请捷运局局长做个简单的回应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南岗山站到岗山火车站这一段 市民朋友只要很清楚的知道 他什么时候可以搭乘捷运从岗山站 搭乘从岗山的火车站 不管是北高雄路足 还是决定的朋友搭乘火车 可以到岗山火车站 转搭捷运直接来到高雄的市区 在什么时候可以 使用我们高雄市捷运局完善的措施 在岗山火车站这里 另外一个部分 我想这事关的捷运公司 因为今天我也跟市长到了南岗山站的一个土地开发计划中的一个河村的日照的一个开幕的典礼 我想在那个开幕的地点我们很开心的能够知道这腹地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长者的一个照护的中心 未来还有所谓的高一也会在那边开始做服务 那这土地的开发计划 因为我想全公司既然没有来 我就直接先请局长跟全公司是不是可以沟通协调 在这一部分能够加强的协调 让这个土地开发计划能够尽速的完成 因为有很多的乡亲跟我反映说 他们想要开发这个土地的建设 包括开餐厅也好 包括提供更多市民朋友更多的选择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开发商跟我们市政府跟捷运公司租借的土地之后 因为我们市府种种请照的过程 那会延迟的他很多的开发的计划 但是这一段时间内还是一样要计入计价的时间 就是说他要不完成去收容去探钱的时候 他可能要花费一大笔的土地的租金 在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协议局局长也做个说明说 是不是可以协助让这些开发商能够 让我们市政府的行政作业能够缩短 来降低他的营运的成本 让这块土地能够紧速的开发 不要浪费了这么多的资源 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行政流程上面 把他的更好的服务的品质 能够更好的提供给我们市民朋友 请局长做个答复 建议局务局长请答复 感谢主席感谢陈议员 有关于陈议员针对我们南岗山站到岗山站 这一个建设的部分 目前我们综合规划部分 在今年的10月7号交通部已经审完 然后已经转给行政院核定 所以这一部分必须要经由行政院核定 才能后续的基本设计的部分 但是我们已经把基本设计部分先行为外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到时候 行政院核定完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报 整个就报工程会 那这样再发报过程会比较快 那我们所有努力目标部分 希望把行政作业流程缩短 那让整个相关的这些工程的部分可以加速 所以我们预计在109年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行政院核定完 都很顺利的话106年 109 109年 对对对 那另外为了让这一部分加速 因为报行政院 他接下来会交给整个国外会 所以我们9月13号就特别去跟国外会 曾旭正副主委做简报 那我们希望由他的协助来支持 同时我们也准备了收帖 那已经请立法委员部分 然后来协助我们来推动这一部分 让整个行政院核定过程里面可以更为顺遂 那所以目前我们正加速在推进这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有关 局长稍等一下 所以也还可以简略的跟市民朋友一个简单的一个承诺 大概就是说109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是不是在钢山节线站延伸的这部分可以完成 对 109年没问题 那第二部分是有关我们北基厂部分 那北基厂部分目前是河村基建议院 就是我们今天启用长照的部分 那另外除了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现在还有小尊料理 小尊料理目前建造正在申请之中 那我们高一部分他已经开始我们三方契约 然后在108年底 他预计会在108年底开始营业 那所以这一段北基厂的部分 9.6公顷里面 那已经有4.6公顷 其实已经进行会有进行开发的部分 那刚刚陈议员所提的部分 有关行政作为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其实我们都有在协助他们 因为我们希望借由减证便民 然后加速推进 将整个行政作为流程缩短 其实是更有利于整个 我们北基厂的一个开发的部分 那所以议员这一部分 如果说他们个别有哪些问题 其实可以直接再跟我们接下 我们会 因为目前现阶段部分 其实就只有河村 高一跟小尊 那这一部分我们会了解 他们到底遇到的这些问题 其实最早有另外一个开发商 但是他放弃了 那所以我跟你讲 那个是公司的问题 不是那个新称契约的问题 这段时间非常重要是怎样 你109年你要延伸到钢山火车站 相对来这么多的越来越少 你没有这个时间 快让他们开发 到你延伸到钢山站的时候 我很担心没有开发商 因为来开发这里 为什么 人不去那么多 大部分还是会选择到 钢山火车站 只有在地的市民朋友会比较方便的选择 会是这么选择 所以我也很担心说 未来会造成北钢山的开发的一个延迟 所以你要在这109年之前 赶快的把它开发完成 像局长你刚刚讲的 大概还有多少的上位 目前还有五公顷 五公顷部分其实那个区位是相当好 刚好整个在我们台义线上 台义线上面的话 其实这个区位部分 目前捷律公司也即使在招商 是希望从大型零售跟餐饮的面向 然后进行这些部分的招商 那这五公顷已经有开发商愿意跟有在协调 有在沟通 目前捷律公司在掐商之中 有 有吗 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相关的后续的确定部分 所以捷律公司也正积极在跟他们谈 我想你们要努力积极一点 因为时间点很重要 109年你就说公山这站可能会完成 钢山站会完成 那钢山站在完成之前 我想开发商的进驻的意愿是很重要 你钢山一旦通车之后 这边如果没有很蓬勃的一些生意上的一个兴旺 很多很少人会去到北钢山站 南钢山站去搭乘 所以这个部分在请 这里面我们其实已经有案例 就是我们大陆阁的部分 因为大陆阁一通车之后 大陆阁 我们南机场部分大陆阁一摄入之后 其实整个运量就开始快速提升 好 ok 就来请坐 刚刚跟交通局长刚提到这个扩单 因为我刚才突然想到说 未来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的这个部分 你刚好像没有回复到 你请简单做个说明说 因为转程很重要 我刚刚提到 那除了我们选区有永安有燕草 未来是不是规划在弥陀 在比如说湖内 或者是协定会有这些方案 我来回答一下 陈机长请耽误 好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刚才陈议员也有提到说像迷陀 决定这些地方 我想计程车弹性运输 它的主要的出发点是在于 过去我们是用公车去服务 那因为公车的运量可能太少 所以我们利用计程车去做比较弹性的这种服务 取代公车的服务 那如果说是像迷陀 还有且定 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可能目前还有一些公车路线服务 目前我们大概就不会用计程车去服务 那如果说特定的地区 有这样的一个公共运输的需求 那目前还没有公车服务到 我想我们会来做审慎的评估 这部分我们再来跟议员看看 哪个地方是需要有限 因为弥陀阿尔也是有需要 一些长者需要到医院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我会再跟交通局这边做一个需求的一个 大家来做一个协调 是 好 谢谢陈议员的咨询 那再过来是陈信宇陈议员15分钟 好 不好意思 上 主席交通部门的官员 还有请民朋友 大家平安 我陈信宇 我先放一些数字来看一下 今天我都跟这个观光局来就教 那也请这个交通局也可以来留意一下 因为其实有一些跟交通部 未来这个我们机场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也是有关系 那也请其他的这个捷运也可以来思考一下 怎么样来让高雄的观光业可以再复苏甚至是更好 我们先从几个交通局的数字来看一下来台旅客的人次好不好 我们常常会问一些自己的朋友 都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来高雄 可是呢 有一些数字可以呈现 好像他们都不会首选 首选在高雄 这是我觉得很难过的 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我去以色列三趟之后 跟这个导游就认识了 那他就 他是香港人 嫁到以色列去的 那他就很说 好可慕要来台湾 那他就说 你住高雄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高雄找你 那么呢 他要联络要来台湾的时候 他说 不好意思 我的朋友都没有安排去高雄 就到了台南之后就杀到墾丁去了 他从台北台南就跳到墾丁去了 我就觉得有点遗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字来看看 我们怎么样吸引人家来到高雄 这个千万人跑去哪里的呢 从101年到104年的数字来看 从101年的话还有高雄 高雄还有39.95比例的这个人次 可以来到高雄 这个在整个全高雄我们用 对 全台湾 从台北 新北 高雄市跟南投屏东来做比较的话 这个是数字的呈现 在红色字的地方 那个是高雄的一个数字呈现 但是呢 到目前来看一下 我的简报比呢 看一下到104年的时候呢 只剩下35.17 那相对的这个次数呢 以这个次数来说 台北市就高达85.85 然后呢 是屏东其实后来有追上来啦 但是高雄的这个数字一直都不是这么的亮眼 那来再来看一下 这个刚刚讲的是 101年到104年 受访的旅客他们游览的景点 所在的这个县市的排名 我们是到104年是排到第四名 那第二个数字也是观光局的一个数字 101年 100年到104年 受访的旅客他主要针对于游览景点的话 我们可以还从100来这里看一下 从100年来看好了 100年跟101年我们的西子湾呢 都还有排行上去 都还有排行 在这个第十名 在100年跟101年 都还有第十名 但是一直到现在呢 我们的景点已经不见了 都没有高雄 到底是来不及来高雄 还是不爱来高雄 这点我们真的要问 他到底是不来 没空来 时间不够 还是不爱来 那为什么没有把高雄列为首选的对象 而且高雄现在其实有很多 很值得提供建议 让很多的旅客来到高雄的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 再来从观光局另外的一个数字 最喜欢的景点的排名 发现也一样 在这个调查报告当中 高雄完全没有入列 从100年到104年的这个排行榜里面 竟然都没有高雄 我觉得有点遗憾 这都是观光局给我 中央观光局的一个数字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针对高雄的部分 交通部观光局也做了一部分 就是高雄市主要的观光休憩 游客人数的一个统计 这一个高雄的几个据点 他们举 齐金 爱河 寿山 这三个据点来看 这个人数呢 也逐次的在下降当中 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看高雄其实有很多的优势 我们山海 河 我们还有港口 不管在工业上 不管在观光上 其实都有很多的优势 可是很奇怪的 我们都从这个数字 而且我也在路上也看到一些观光客啊 怎么觉得 这个数字跟我自己感觉又觉得 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 然后我也觉得有这么大的差异 那所以到底高雄的这些优势的地理条件 还有这高雄的优势 我们到底出在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些数字都对高雄的 这个 都不捧高雄的场啊 到底是旅客不来 还是不爱 还是他真的没有空 待会儿局长跟大家分享 你觉得超中部这些资料到底是 为什么这么打脸高雄 然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要求 那个局长你先说明一下 怎么这个数字跟我自己 我自己看到这个数字 我自己都还蛮诧异的 对 国防局政区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陈议员讲的这个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我是没有看过 但是如果说 以旅客不来高雄这件事情 我想我这里的数字 不晓得这个部分 再跟议员做一个回复 就是说我们目前呢 以这个旅客的这个人数来看 目前我们国内的旅客的部分呢 是小有成长 就是3.7%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 是针对高雄的部分吗 对针对高雄的部分 所以我们以今年的一月到六月 跟去年一月六月来做一个相比 我们的旅游旅客人数 用住宿的住宿的人次来看 我们还成长了八万三千多人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数字上呈现的是 是国内的旅客的部分是增加的 既然国内旅客它是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景点或我们的活动 还是对我们的观光客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用这个数据来跟议员做一个说明 当然刚刚有提到 那我们的爱河或者是我们的景点是不是在减少中 那我跟议员报告 因为到高雄来好像常常讲说如果没有去爱河好像没有来过高雄 但是因为爱河这一个景点其实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 所以它的景点的新旗的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是消退的 但是我们从国际的见光度来看 我们的佛光山跟博尔特区跟骑津风景区 其实在国外的旅游的推介上 它的见光度是比较高 知名度也比较高的 所以我手上的资料来看呢 在目前我们的排行第一名是佛光山 第二名是博尔风景区 博尔艺术特区 第三个是奇金风景区 那当然在去年跟今年的这个数字来比较上 奇金风景区在去年是第一名 对它是第一名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有一些改变 谢谢局长 这个数字 这些统计资料都是从交通部观光局去找到的 所以我也请我们观光局的一些相关研考的科室 可以去查一下 那把这些数字拿来当作参考 不要只有在高雄市自己看自己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失去一些的机会 那高雄市的几个景点没有错 我们都觉得来到高雄 我们自己人会想把它带到哪边去 但是我想应该要多多看 从这个外来客的这个观点 从外来的人来看 他们要来高雄他们会想要做什么 第一个他一定去网站搜寻嘛 来看一下我们做几个建议好不好 我们那个网站可以把它修出来吗 可以吗把它找出来 我们的网站说实在的 资讯真的不够丰富 对可以再丰富一点 包括我们可以做对象式的分类 包括对年轻的背包客 中年人 家庭团或是老人团 你可以做这样的区隔 特别呢有一些背包客 跟这些年轻的自由行的这个族群 他们很需要地图 他们也很需要提供住宿 然后还有提供很便利的交通的相关的一些资讯 如果我们的网站可以更丰富一点 更有趣一点 我找了几个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朋友 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他觉得我们的网站有点稍微无聊了一点 可以再有趣一点 我想可以让更多的这一些 观光学系的一些大专的学生年轻人 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把观光局的网站委托给他们试试看 说不定他们会玩出一些东西来 好这个是我一个建议 所以第一个 我们希望可以来 再一次的深化的去检讨 未来高雄的一个观光的发展 从山海港河这几个优势呢 包括我们有很特殊的一些历史 都可以来去做这样的 像包括我之前有跟观光局建议过的 以前的玛雅各 玛雅各医师来到高雄 玛雅各医师在台湾在世界的定位 其实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定位 但我们很少去把玛雅各行销出来 我们也没有曾经邀请过 玛雅各的家族来这边寻 就是来探索他的亲人的足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 一个旅游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议题 那么如果让这个玛雅各的家人 家族 而且甚至玛雅各 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亲人 然后包括他的会友 包括他的医生群 朋友来到台湾来看看 当初玛雅各医师在高雄 在奇经 这些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连结 而且也是一个城市很美好的连结 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一个观光的一种活动 是不是也可以来设计看看 因为其实很多人也对玛雅各医师是很好奇的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要求 希望我们的网站可以再更多的丰富一点 第二个部分 其实新南向都一直开始在全台湾各地在讨论 那新南向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高雄市也一直有离东洋亚最近的一个机场 但是很可惜的 倒是我们的这个跑道航线的一个限制 这个长度的限制 也让我们有受限了 当然接下来在20... 我知道交通部有提了一个2035年的一个计划 对于这个南部国际机场的一个位置 这个部分我在总咨询的时候会再提出来讨论 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再讨论这个部分 但是呢新南向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再提 在东南亚这12个国家当中 除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他们是说华语的 他们有华语的这个语文以外 其他的国家几乎是比较没有的 但是呢我可以问一下局长吗 在这些东南亚12国当中 你觉得我们未来可以朝向吸引 哪几个国家的一个观光客 会有一个潜力的 可以说一下吗 观光局政局长请谈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那如果从数据上来看 泰国因为它开放这个免签的部分 所以从交通部观光局的数据来看 它来台 我不是说来高 来台 它目前是成长最多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也觉得泰国的部分可以大力行销 但是如果从我们自己高雄的统计来看 我们今年成长比较多的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是分别占了第一名跟第二名 但是呢 这个人数上的确是还是不够多 所以这个部分呢 未来我们在设定这个目标市场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会以航班 跟它的签证的这个便利的部分 会先去做一些行销 好 对 好 谢谢局长 那么我觉得不错 你们有自己的一个方向 我再提供两个国家 我从数字去给你的建议 就是越南和印尼 怎么说呢 我看一下 那个教育局的范局长 今年八月 他有带了一个叫做新南向教育访问团 到达了越南 去对于越南的新住民的第二代 比较多的这个学校 去做一些整合的人才培训的一些工作 那么呢 越南虽然现在还没有开放自由行 然后来台 但是在从104年的这个数字来看 东亚亚来台的探亲比例 其实是以马来西亚和越南是最多的 那从高雄来看这个数字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越南跟印尼的人口 包括外籍的配偶 包括外籍的劳工 这两籍的劳工 加上他们的子女 他们的人数是占我们高雄比例是最高的 那以台湾来看是新北跟高雄市是最多的 所以他们如果吸引他们的人 他们这个他们的这个探亲 来台探亲的话 本身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力 那目前我们的网站上面 包括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 这个五种的这个翻译语言 也都没有在 也没有看到印尼的这个翻译软体 或者是越南的翻译软体 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建议可以加强 那我之前曾经也跟观光局建议过 可以引用外籍配偶 在台湾的这些东南亚外籍配偶 训练他们成为观光人才 这个部分是那个观光局已经做了 对 甚至人数已经达到 越南籍就有26位以上 那其他的部分我还没有看到数字 但我觉得观光局也愿意听 本席曾经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我看到局长也很积极 所以在这边也加许你们也期望 你们在未来东南亚的这个新住民的部分 可以更开发他们的人力资源 那个主席再给我两分钟可以吗 谢谢 谢谢主席 然后也可以引用他们成为这个观光大使 其实这个越南跟印尼的这些人口数 我想它还是会持续的增加 毕竟他们未来也会成为 台湾很重要的生产主力 人力生产的主力 所以我看这个数字我都觉得 光越南的配偶人数好了 他们可以产生一席议员 地区性的议员 他们的这个配偶加上他们自己的这个家庭数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产生一席立委 这个很有趣耶 所以加上他们的这个子女 如果成长到这个可以投票数的时候 未来新住民在台湾会产生绝对的政治影响力哦 就像欧巴马一样 在美国诞生了一个这个非美籍出生的这个这个总统 所以这个新住民在台湾在高雄的未来的这个影响力不仅仅在政治上 现在从数字上就可以看到了 我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连航在高雄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值得加许的是说 高雄市现在已经这个对跟桃园机场来比的话 连航的成长率我们高雄市是比他们还多的 虽然现在连航的基地八成以上都是在桃园 但可见得高雄虽然比较十几趴 但是我们有比较长 反而有比较大的竞争力啊 我们要这样子的期许自己 并且在今年的数字在同期来讲 用九月来讲 我们的成长数还比桃园成长多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了 那所以在桃园机场前一阵子出状况的时候 台中马上去抢了 马上去抢资源 我期待高雄市要更积极的去抢这一个资源 所以我今天做的这一些的建议 还有提供的一些资讯 未来可以提供我们在发展观光的一个方式 谢谢陈宇远的咨询 你还要吗 这样 好了吗 OK 谢谢陈宇远的咨询 那再过来是李梅珍李懿 等一下 你现在叫我等一下吗 对不起我听着等一下 抱歉抱歉 谢谢 好 现在来是李梅珍李懿 15分钟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那个交通部门的市府团队 大家午安 那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景气不好 所以我们高雄的产业也不好 所以大家都会把重点放在我们的观光产业 所以说觉得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带动我们高雄观光产业 然后把它让我们高雄热络起来的主要的产业推广之一 那其实现在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说 好像是都把重点放在说 大陆人现在来台湾的人数降低非常的多 那其实在数据上有看到 大陆旅客数在第一季已经比去年的第四季下滑25%到35% 所以这些层面就当然包含饭店啊 然后游览车最严重 还有餐厅百货公司 甚至连那个夜市的摊贩都影响到 所以果然大家都在看观望520之后会是有怎么样的变化 那当然就是520之后 旅客大陆旅客来的人数就下降非常的多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交通部观光局八月的统计 大陆旅客入境人数是367,736人 比去年24万少了32.41% 那今年高雄市的观光旅馆住客国籍人数 那个住的客房统计 大陆的旅客24,000多 去年有36,000多 所以又少了32% 这个数据其实是蛮惊人的 那其实现在新政府上任之后 一直传书说 台湾的旅客观光客太多了 那台湾有一种声音认为是说 大陆观光客占外国旅客的比例太高 大概四成 所以说客源的来源不够多元化 所以现在我知道大家都在讲说 要往东南亚甚至其他的国家 可是其实大家没想到 中国的人口数占我们全世界是五分之一 所以世界各国的旅客 有20%左右来自中国 也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如果我们用人口数去算的话 其实大陆旅客来我们这边 这样子的比例上是非常合理的 没有说特别多 因为它毕竟是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用这样子的另外的思维去想 其实大陆旅客来我们这边的比例 也是刚好差不多 所以说现在大家再看一下 台湾和中国的GDP的比值 已经从2000年的29.7% 变成08年的9.1% 以去年来说 中国就有1.2亿出境人次 这个数字也非常的惊人 那其实台湾的总数跟比率 跟日韩泰越等国 是并没有特别的突出 所以说台湾面积虽然狭小 对于韩国也近600万人次 新加坡210多万人次 国土面积跟陆旅客的比率数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所以在这边要跟观光局讨论说 我们重视的问题要怎么样解决提出的方案 如果说在现在观光这么萧条之下 然后整个经济影响层面这么大 怎么样从这些迷失走出来 那我问题一次问完好了 就是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想要请教观光局长 那我有跟那个之前都有常常在讲说 我们左营市运组场馆跟眷村文化园区 还有那个连池坛是左营金山角 但是现在我听到我们的城局市长说 金丝湖将成为高雄夜间观光新亮点 然后可以跟连池坛澄清湖来结合 那这三个地方也是希望成为 夜间观光金山角 所以说这个要串点觉得不容易 而且连池坛现在晚上也非常的暗 所以说连池坛光光夜间观光到现在 都还没有呈现出来 未来要怎么样跟金丝湖还有澄清湖来连线 变成夜间观光金山角 所以说这还没有 观光局有没有什么样的配套 然后没有完成配套 连池坛的光光夜间观光 会要怎么样来加强 针对这两个问题请观光局长回答 观光局政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 的确在我们的这一个路客的部分 的确是减少 这个在数字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当然我们也常常讲说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开拓更多的客源 所以我们也觉得说 在相对的我们对于东南亚 并会配合新南向政策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 要去努力的方向 但是我在这里跟议员报告 对于日韩的客人 东北亚的客人 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忽略 其实我们应该要对于整个多元的客源的部分 要去做一些争取 还有包括港澳 其实这几年来香港港澳的客人到高雄来也蛮多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对于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客源的争取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要去做更多的努力 那另外刚刚议员有提到 就是我们的夜间观光的这个部分 那莲池潭我前一阵子刚好我们举办这个水域活动 那这个水域活动是办在爱河跟金丝湖 还有我们的莲池潭 那在我们的夜华的部分就刚好办在莲池潭 所以我有在晚上去我们的莲潭去划船 那当然在这个我们去玩这个水域活动的时候也发现说 的确在莲池潭的部分那个光度是比较不够的 但是我们从这个夜华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从湖里面往这个外面看 其实那个是不一样的景色 所以我也觉得说在整个莲池潭的部分 未来那天市长也有特别提到 在整个点亮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再多做一点努力 包括过去我们曾经也在这个龙湖塔的部分 有做了一些亮的这个设计点亮的设计 但是因为后续可能有关于一些成本的考量 包括他电费等等有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未来对于整个夜间观光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也打造一些新的亮点 这个部分我们在后续再来做一些努力跟讨论 好谢谢局长 那因为市长有提到这个观光金三角 所以就想说我们观光局这边有没有什么配套的措施 那当然现在大家注重环保 如果说没有人的话开那么多灯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 是说我们怎么样把它做成一个亮点 让人家愿意晚上去那边观光 就像你刚刚回答别的议员的一样 就是说大家现在知道晚上都会去爱河 所以说它就变成一个亮点 一个观光景点 而且我们连磁坛又在捷运站的附近 我是觉得这边是非常好打广告的 那谢谢观光局长 第二个我要请教就是我们交通问题 那依据研考会在105年的第一季民意调查 高雄市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还是机车 那机车还是有58.9%居高不下 所以说高雄市民有40.2%使用小客车 那其实不满意交通状况的有交通堵塞 还有常塞车25.5% 所以民众认为交通路那个道路品质不好 有22% 然后26%机车其实认为闯红灯 不遵守交通耗置12.6% 也是非常严重 那其实在我们左营这边 因为地理的关系有几条重要的道路 像博爱路啊 民族一路 华夏路这一些 还有那个左营的民族一路 华夏路 龙总路 自由二路 还有名城二路 这些路口就是有改善 那我想知道问局长是说 这些路段改善之后 我们的招事率有降低吗 那左营还有多少的路段需要进行来改善 那其实在这个施政表现当中 就是交通局最容易让民众感受好或不好 因为大部分的民众上下班都在路上 所以说每天都会有接触 那其实每一季研考会如果做出这样子的调查 我不知道交通局会不会拿来做参考 然后会不会就是应看这些数据来做改善 请交通局长回答 交通局陈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的关心 刚才议员所提到的这个益造式路口 当然是我们改善的重点 那我们每一年都会针对这些益造式改善的路口 大概有25个路口会进行这个工程的改善 那其他如果说是相关的细部的改善或是简易的改善 我们立即就做 如果是需要做比较详细的这个碰撞分析等等这些 就会变成是年度的这个改善计划 那这些路口呢 我们还列管在我们的道安委员会 每一个月我们都会列管 包含它的工程哪里是要做 大概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有关这个分隔岛要怎么打厨的啦 或是要不要移设这个测速照相机的啦 这些工程因为时间会拖的比较久一点 要不然一般的那个其他工程项目 就会按逐月来来做列管的工作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很看重改善前跟改善后 它的造势是不是有下降 那个下降的比例有多少 如果改善完还是没有下降 那我们会针对这个路口再去了解 是不是还有其他可改善 或是主要引起造势的原因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控制的访问 那列出这些路口就是想说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追踪 那因为有时候那个车辆的亮度大的话 你没有去追踪它还是是容易造势的路口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路边服务人员 那个人力短缺 现在其实那个路边服务人员平均的年龄是54岁 所以每年退休的人数大概6到10个 所以说配合劳机法来工时修正 每周不得超过40个小时 所以说服务人员在105年1月全面实施周休2日 那我知道这边就预计105年12月实施第一阶段委外活动 委外作业 那106年2月要实施第二阶段委外 那其实说局长现在目前那个确保那个收费员的权益跟市库的这些收入 目前已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发生 所以交通局在这个部分已经做好那个委外的工作了吗 请交通局长简单回答 这样请陈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系列李议员 对我们那个路边收费员人力短缺的问题的关心 确实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一两年来 每一年大概都有6到10位退休的人员 那么也造成我们在收费人力上的不足 另外虽然我们每一年有禁用大概120位 比较属于弱势团体照顾的部分 那因为说到他没有办法变成是正式的员工 所以每一年都要聘一次 那就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因应这种人力不足 所以我们拟定了这个委外收费的计划 那在这个计划实施之前 我们也非常看重 现有这一些人力他们的工作权益 所以在工会的协助之下 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进行了工作团体协约的签订 那这个部分在工会这边已经都达成共识 我们才进行这个委外的作业 那目前第一阶段的委外已经得到议价的厂商 那目前在进行一架 一架结完成以后 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做这个正式的委外工作 那么以后呢会分不同的区块 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这个委外工作 好谢谢局长 局长请坐 那因为现在既然都已经有这样子 我是希望说我们交通局就是以后不要让有再有其他的声音出来 希望交通局这边好好的作业 那其实开车的民众都很希望我们在高雄市开车有那个智慧停车引导系统 那所以说去年我知道交通局又有建制我们那个停车引导系统 但是我查了一下资料 我们却被那个审计部来那个缺 就是有纠正几项缺失 那我们都知道说审计部在104年决算报告的书面提到 交通局有办理那个高雄市委外停车监视系统 即停车资讯导引系统计划案 那这个计划案有8559万 可是执行却被点出有几项缺失 第一个是为督促承包商强化系统校正功能 那第二个就是没有有效的运用以建制的资讯可变标志 那第三个是为严谨评估所经费 还有掌握停车场上土地位来规划的运用情形 那第四个就是为考量显示排置设置地点跟排面的方位等因素 那这几点缺失大家看 我知道说交通局对智慧城市也相当用心 但是这些智慧可以让城市更有效率 可是交通局的路边停车跟路边监看系统 不能有效的提供资讯 那这笔钱8000多万对于原来设计的用意也大打折扣 这个部分也请交通局长回答 陈秀长请答复 好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 对于我们这个监视系统的关心 这个监视系统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路外 特别是立体停车场跟路外停车场的监视 不是路边的因为路边它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 那我们大概从100年开始连续三年陆续建制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因为这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一些路外停车场能够有做更好的运转 所以我们有陆陆续续做委外的动作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委外的厂商他没有办法跟我们这个系统做一些间接 所以有些资讯就比较疏漏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去年发现这样的问题 已经都把这个问题给克服掉了 那至于说有没有经常的维护 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审计处这边的意见 我们也加强这方面的一个围管 那相信在这个高雄任务型的APP里面都可以查到我们目前整个停车资讯的一个服务 好 再给我们礼宜两分钟 谢谢局长 局长你请坐 那希望我们就一起来推动高雄智慧城市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捷运局 我知道是说去年在10月初发生那个我们的那个包商倒闭 所以我们整个工 工 施工的延期状况 那其实在捷运局的业务报告里面也有提到说 第二阶段的统包工程已经发包出去 那第一段的 我想请问局长 第一段完工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如果能够完 如期完工 对捷运的那个安全影响层面会有多大 还有第二阶段预计109年也会完工 这样子也会如期来顺利完成吗 那第二个问题我知道高雄捷运系统红橘线 现在要那个入网建设计划 现在的运输量是其实已经有提升了 但是还是没有到达那个预期的目标 刚刚也有看到数据现在骑摩托车开车的人还是非常的多 所以目前捷运有盈余是因为那个捷运基金的投入 才会呈现正值 那捷运的那个大辽机场还有北机场开发的比率还是比较低 所以应该想办法来积极改善 如果我们的捷运想要永续经营 然后希望大家多做那个大众捷运 所以说能要终置这些基地的开发 这两个问题请接应局长回答 接应局局长请答复 感谢主席感谢议员 那有关我们轻轨的部分 轻轨一阶的部分 我们行政业核定的旗程是明年六月底 那目前我们积极在努力 希望在春节前可以处理看通车 那二阶的部分现在已经由重钢得标 那目前他们已经开始进行设计因为是统报案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工程的旗程 整个到一圈回来就是到37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预计在108年底 那可以来完工通车 那另外就是有关捷运公司本身的运营的部分 运营部分它主要是有自长性的部分 就是我们机场附近的开发 那另一部分就是它的运量的部分 那运量的部分目前已经达到17万多了 所以距离18万的部分 其实这一部分已经在加紧努力之中 那刚刚议员也提到就是它的运营部分 到今年的1到9月部分 其实它的运营部分有6800万 那这里面当然是由自长性的部分 就是大鲁隔加入营运之后 那这里面就会有产生相关的运营 那所以有关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北基厂部分高一已经进驻 那高一目前也正在进行开发中 预计在108年底部分可以加入营运 那除了高一之外 我们目前要积极推进的部分 北基厂部分目前还有五公顷 五公顷部分都在台一线沿线 那台一线沿线部分区位相当好 那所以捷运公司也积极在招商 希望针对大型的零售 那针对相关的这些餐饮业部分 然后来进行推动的部分 另外我们比较大的面积 还没开发的部分是我们大辽机场 那大辽机场部分 因为大鲁隔的案例 其实现在也有厂商在针对 跟捷运公司部分也在洽谈 希望针对大辽主机场部分 这一部分来进行积极开发 那这样的话是针对我们附属事业 去进行自厂的部分 那运量的部分我们希望借由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高雄比较大的问题 是我们捷运大众运输入网的密度不足 那所以我们必须去强化这些大众运输入网 那所以在大众运输入网部分 我们现在环钻轻轨在108年完成之后 其实对于捷运的帮助会很大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积极在建构 更大的密度部分 就是我们一环二连节的部分 那借由一环二连节的部分 让所有核心区的密度再提升 那这样大众运输的转胜部分 其实可以更强化 整个捷运的酝酿部分可以再提升 那所以借时要平衡 其实对他们而言是比较 现在已经是可以平衡 那未来其实在引语部分 其实应该会有更大的注意 好 谢谢 这些都是我们市民的一个最切身的一些问题 那我首先要请教我们观光局长 曾局长 那局长昨天的业务报告 报告得非常的好 也很清楚 有条有理的怎么样如何把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观光 怎么样的开阔客源 然后再有一个创意的行销 建置优美优质的一个环境 然后怎么样的去把我们的一个活动 办出一个特色 那这样的一个业务报告 我相信我们市民听了 对我们高雄市未来的一个观光愿景 都感到非常的期待 那现在的人工作之余 他压力大 他最喜欢的就是怎么样去旅游 然后他的旅游就是不用再 透过很伤脑筋的 很马上很清楚的一个套装的旅游 今天一天的一日游或两日游 他这样的旅游能够马上挑选一个套装 那这些套装当然就是要 经由我们市府单位来做一个规划 那这里我要给我们观光局长一个建议 那现在我们高雄莲池坦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观光地标 因为三铁共沟 高铁就在莲池坦的旁边 那昨天局长也有报告说 一年度 今年度的一个观光国外国内的旅游人次 已经达到39 390多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这390多万人的一个次数 如果好好的把它作为一个发展的话 相信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观光产业 一定会蓬勃发展 也可以带动很多 现在年轻人他所读的科系都是餐饮或者是旅游观光 可以造就他们很多的工作机会 那第一个就是说在国外或者是外县市 他如果坐高铁来到我们高雄市的话 他第一站的景点一定是到高铁 就是旁边的莲池坦 那莲池坦最近这几年 市政府也在那边建设很多 包括在孔庙旁边的有一个浮动的码头 在明年的3月要完成了 还有莲池坦侧边的一个人行步道的儿童公园 810万的经费也即将完成了 还有我们最近本期早上都会到莲池坦的环道去运动 看到这个公共的厕所做得非常的棒 也是造福很多人民在那边使用 包括我们的水域的一个设施 这么好的一个设计 我们如何去把它好好的 把它的这个CP值把它拉高 能够好好的让我们所有的390多万人次 包括未来可能会一直在成长 还有听到局长也要增加 我们的这个高雄小港的一个航班航线的增加 哇这样的一个观光愿景真的非常的棒 那在这边我要建议局长的是说 怎么样让我们的所有的来旅游的来到我们莲池坦的第一站 他很清楚的就知道说 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有系统 比较周到的一个旅游服务中心是在哪里 而且他的旅游人员的服务态度 跟他的这个导游的介绍 那这样的话他第一站来到我们的一个 左营莲池坦的旅游中心 他就很清楚的了解我们所有高雄市的一个旅游方向 那再来怎么样去做出一个 昨天局长也是有报告到 就是每一个区的一个特色 他们的旅游的活动的一个特质 那以我们男子 我们左营的莲池坦来讲的话 左营他有很多可以去做一个丰富的包装 现在我们左营莲池坦除了那个坦以外还有孔庙 包括这个半平山 半平山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本席也是常常早上跟下午四点到那边去爬山 常常遇到很多我们有公务人员 还有我们的市民都到那边去爬山 而且是年轻的也很多 所以那样的一个这么好的景点 怎么去把它串联起来 还有我们的旧城古迹眷村的小吃 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的带动 像我们如果去到鹅阿寮 大家都知道海鲜很多 到那边去买海鲜 或者像台南的安平他们也很多到下午的时候 大家车子开的时候到那边去吃小吃 那我也希望说在我们连池坦的一个观光 的一个产的一个套装 就是它的除了它的一个旅游中心 再来它的交通路线怎么样去规划 那边看了一清二楚 那它的景点有哪些是不只是我们的连池坦 还有包括全高雄市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景点 把它做介绍 那再来就是我们本身连池坦的一个美食 怎么样塑造一个美食区或是美食街都可以 因为有吃有玩 那能够达到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旅游 那这些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希望我们局长真的是 不管是在我们基层的各区或者是民政局 包括我们每年的办的一个万年纪也越办越好 那所以局长对于各区的一个特色也非常的清楚 那再来如果你要发展我们的观光 我想对你来讲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作为 那局长请你答复一下 对于刚才本席的一个建议 这种套装到现在还不是很明显 很明朗 让大家宣传 或者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 是不是能够去加强推广 来 观光局长 曾局长请答复 那我想刚刚有提到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旅游资讯怎么样让大家知道 我们到连池潭来旅游容易取得 那我们搭高铁下来在我们高铁站 我们全国 对不起在我们高雄 有三个旅服中心 其中一个就设在高铁站 那这个旅服中心 我们觉得那个位置不够明显 所以我最近也跟高铁这边有一些讨论 我们要去会看 我们希望把这个旅服中心作为一个高雄高铁进来最主要的门户的部分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来到高雄 一进到高铁站马上就在旅服中心可以取得最便利的旅游资讯 那第二个发展套装行程的部分 刚刚议员有提到包括我们连池潭的很多的亮点 其实目前我们高雄的确我们观光局有做了几个套装的行程 包括最近提出的乘风而起 那我们就是以连池潭这里最有作为最主要的套装的内容 那我们发展深度的旅游 我们搭配整个导览的部分 另外呢我们也还有搭配这个好玩卡 推出我们的这个低碳 西城低碳轻旅行 就是利用电动公车电动船以及公共自行车来搭配 把我们整个好玩卡把这个连池潭的这个部分拉进来 所以我想这个刚刚议员所提到的部分呢 我们会后续会再努力的就是所谓这个半屏山的部分 其实半屏山这个地方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地方 但是过去这个旅游的搭配里面还没有把这个半屏山拉进来 所以我想未来我们也会再去了解整个在这个旅游的资讯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游城也拉到半屏山 把它纳入我们高雄一个重要的景点 那这个未来我们会再做一些努力 好谢谢局长 我们是很期待的 那再来要请教我们交通局长 我们刚才有看到 局长你看我们这些左边连池潭的农湖塔 看到这一个景象 我们都知道在70岁或是80岁的长辈 他们在这里照过一下的人到现在都很留恋 一看到这里就知道说我们是连池潭 所以连池潭现在的知名度是在全国是非常的高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交通局长 请你看一下 这是本席在五个会期以来一直在跟你们建议的 现在兰子的发展非常的快 那合并以后我们兰子算是我们高雄市的中心 地广人也慢慢的一个房大楼增设增加 那个建设也越来越多 那在这里我一直在强调 应该要在我们的兰子增加一个兰子的交通转运站 那这个兰子的交通转运站 在这两年一直在寻找地点 那现在本席有提供一个地点 就是在德明路跟高栏公路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刚好是在监理处的旁边 它的面积有5090平 这个土地也是现成的不用去征收 那我们的交通转运站 它的条件一定必须要 它的空间一定停车的空间要足够 环境的规划一定要完整 那第二的它的一个重点 一定要长途的巴士跟短程的这个客运公车的路线 一定要规划的完善 长途的包括有到甲仙 旗山 美龙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长途的 还有我们比较短程的一个客运公车路线 是在园中港 子关 新达港 这一类都是有很多的景点 这东跟西的两个景点是非常的多 那包括我们兰子区的七所大学都在附近 所以这样的一个交通转运站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去好好的规划 好好的去把它促成 那因为从之前我们地不晓要在哪里 到现在我们的一个地点本系一直在建立 也希望你们能够纳入评估 这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现在南子区的人口增加 然后周边也算是我们高雄市的中心点 交通到哪里 我们的环农就到哪里 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捷运站 都是在他们的周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 那在比较远程的人如果他想要搭捷运的话 他来到这里就有一个很广的一个停车空间 他就会想来这里做一个转运 比如说要到市区要到新庄渔路巨大汉省 或者是到百货公司或到我们的图书总管 这样一个好的地方去玩的话 起码他可以搭捷运就可以到达 所以这样的一个交通转运站 我也希望局长到现在你们是不是有一个规划 那也很感谢你为了因应我们这个南子区的需要 也在这个地方捷运第四个站 做了一个后车艇 大概是经费两百万 这是中央补助 交通部补助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后车艇 他是只能短暂的一个 让公车的路线站在那边聚集停靠而已 那本席的建议是要一个转运站 能够活络带动 不管是观光或者是上班的通勤 或者是上学的通勤都能够活络 让比较偏区的人来到市区 他感到是交通很方便的 现在如果一部车要到开车 如果要到市区的话 他一开始可能就担心车子没地方停 他想去的地方可能他就打销链头不去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交通转运站 我也希望局长你要好好的规划 那时间的关系我希望你能够在书面给本席答复 因为这个议题我一直在建议 希望你们能够纳入一个规划 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道10号 每到现在都是南往北 就在顶进交流道的时候要下交流道 我们一直在规划的一个八德 还有我们人武八德人武的一个闸道 那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有一直在积极的规划 因为在上下班的时间车子在那边塞车是越塞越长 时间也越等越长 那这个也是很急迫性的 也希望你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 我们高雄市的一个交通大障碍 能够好好的赶快规划来解决 那这个也要请你在书面回答 那还有两个问题 这个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 但是一再的反应都还没有去做 就是在金属中心的这个里面 要详细资料就是再跟我们服务处再联系一下 这里有一个反射镜要太旧换新 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去把它更换一下 那在现在我们高雄市的土地是寸土寸金 所以能够有一个停车场都非常宝贵了 那富民工有停车场跟富国的工有停车场 这两个停车场从这几年来 常常也是在反应它的一个脏乱问题 杂草啦脏乱啦 还有我们的这个下雨的时候积水很严重 那也希望能够好好的去做一个维护 该修理的一个人形步道砖要赶快去做修理 在这样一个都市中心来到这两个停车场 就是感觉很破损严重 那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请局长以上的这几个问题你可以简单答复吗 来 江中局 陈秀长请答复 好 谢谢 有关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议员刚才提到的那个两个停车场富民跟富国退缩人行道的部分 这个部分因为目前这两场我们已经委外 所以我马上会请我们的同仁去责成这个委外厂商 必须要修复的 应该马上立即修复 那我们会把这个情况 男子交通转运站的这个规划 你也没有持续来做规划 有的 我们目前先将这个捷运都会公园站的4号出口 那是一个现在设计了 已经设计大概年底之后就可以发包 我们先把那个完成 因为那个地方接近捷运站 而且又有10条公车路线 可以在那边做这个转运接驳 那至于说议员所提到的那个德明路 旗南公路那边那一块三角的地方 我们也是持续在看看那个土地 能不能让我们来做以后比较长期的规划 那先将那个转运站那个地方 4号出口那个地方先把它完成 我们大概可以慢慢培养这样的一个酝酿 知道那个需求 我们再来做后续长期的这个作业 那至于那个人舞的巴德交流道 我们目前正在做可行性评估 大概年底就可以完成 完成以后我们会送到高工局 去跟他提送我们地方上认为这个是有需要 而且是可行 那高工局就会去评估 是不是要编列预算来做扩建 我想这个是目前在这个轨道上面 我们可以预期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好再给陈议员两分钟 再来我要请教我们捷运局的局长 局长 那个陈 那个在前一阵子 有一件事件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就是家长带小朋友去做捷运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 捷运是越来越多人搭乘 包括本席如果要到市区的话 也会去搭乘捷运 然后几乎都是没有位置可以坐 都是站着 这是巅峰的时间 高峰时间 那再来我们就是这个大运量很好 那我们现在也要再争取 从岗山到路主的一个这样的延伸 那有一件就是对家长的一个 也是延伸到市民心里面的一个纳闷 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 他去处案了一个锦铃 这个锦铃就是后来被开发 那就很多人就在问 那这样事件它是被开发的 我要讲的就是说 针对这样的一个锦铃 他放的地方 你们有没有去做一个检讨 是不是容易被处案到 或者是真的是小朋友 家长没有看管好这个小朋友 因为未来年轻人搭乘的人 会越来越多 那如果是我们设计上的问题的话 你们是不是要去考虑一下 怎样去繁放 这样市民比较没有压力 请你答复一下 捷運局吴局长请答复 感谢主席 感谢议员 有关这部分 捷運公司他们有检释过 那其实不是设置的问题 是小孩子的问题 那这一部分我们在交通局的 捷運监理里面也多予以导正 那所以这个面向部分 其实我们也跟捷運公司要求 那要多予以宣传 不要造成再有误助的情形 好 请说 因为这样的一个设施 在任何一个大小细节 因为当初捷運要完成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注重它的大小细节 包括车厢里面的一个杆子 好 谢谢 谢谢我们成立的议员 那再过来是伊斯坦大议员 15分钟 谢谢主席 那么我可能就是南衡 一个是我们原乡期应该怎么发展观光的一个议题 南衡公路是全台湾最美的南衡公路 一段时间我曾经带过三立新闻台的记者 沿线把南衡最美丽的记录 都能够透过三立新闻的记者来呈现 那么南衡公路有几个观光点 我相信很多的国人 包括我们高雄市的市民 都期望重返南衡 找回过去美丽的记忆 比如说 李官 中之官 天使 快木群 雅口 向阳 岩石森林 日出 那么南衡的美丽 要再现 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而当前南衡公路的所有的附件的工程 我们希望我们市政府的交通局 有机会反映本席的意见 那么希望中央部会的交通部 公路级的单位 对附件的进度 务必要把握好的天气 让工程很顺利的进行 那么目前 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 靠近秦河道复兴之间 一个是班淑乃桥 一条是 明巴克路 什么叫明巴克路 就是新路 新桥 班淑乱桥 不动手的意思 就是希望南衡赶快打通 把幸福 以及希望 重新再回到部落 那么南衡公路 不是只有我们原乡 非常期待 早日通路 我们的国人 包括我们市民朋友 也都期待南衡公路 及早通路 尤其是我们后花园 所有的产业代表 都一直要求 希望南衡公路 早日通路 那么前几天 我跟宝莱地区的 一些产业代表 也沟通了一些议题 他们希望我 他们希望我在议会当中 能让市政府的交通局 有机会的话 反映公路局 那么 明年 是不是可以 用时段的开放 时段开放 因为今年的年底 这里我刚才提到的两座桥梁 就可以通到梅山口 那么梅山口 一直到天池 只有一座民税稻桥 目前也正在施工 那么过年的期间 是不是可以 时段开放 小心车辆 比如说你经过梅山 要往台东的方向 八点 就是早上八点 小心车辆 可以经过南衡通到台东 那么下午的三点 就要管制 不让小心的车辆 再进到南衡 时段的管控 可以让我们的国人 有机会尝试 回到我们美丽的南衡 像很多的产业代表 已经期待快八年了 所以整个 比如说贾仙 宝来 以及六龟 齐山 美农 一直到台东 其实沿线很多的产业代表 产业的发展 跟南衡公路 非常有关 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的 主题的意见 就是希望 我们的交通局 能够反映公路局 明年的过年 希望能够开放南衡公路 但是要有时段的管控 早上八点 那么早上八点 由梅山可以往台东 那么台东的方向 早上八点 可以让小新的车 往西部 西部往东部 然后下午三点 各两边来管制 不能再让小新的车辆 再经过南衡 我想安全的问题 我们都要考虑 因为两边 公务局 可以请我们的保全公司 做管控 入山 登记车牌 东部 我们西部 就是梅山 跟台东 登记车牌 时间管控 当然公务局说 有很多的工程 还必须要做 其实梅山到天池 到崖口 这一段的工程 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么这段时间 假如说公务局 也能够逐步的加速 一些工程复建的进度 那么过年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开放几天 让小新车辆 重返南衡 一方面可以管控时间 两边有一个管控时间 那么这样的话 会有机会 尝试让我们的市民 国人 重返南衡 我想请局长答复 可以不可以用 本期今天的意见 是不是可以跟中央的交通铺 公务局内做沟通 请局长答复 交通局 陈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我们 伊斯坦大议员 对南衡长期的关心 那目前南衡上面的一些工程 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每一个月 在府里面的大案汇报 其实公务总局 都有三公处的人参与 我们也很持续的 要求他们 把他们那个工程的进度 能够让我们来了解 刚才议员提到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说如果在特定的时段 比如说春节期间 利用时段的开放 让一些部分的车辆 东向西西向东 这样能够进入到 这一个可以行驶的路段里面 了解南衡的状况 我想这个意见是非常的好 那在操作上面 我们首先会在公务总局那边 要求他们将工程的进度 让我们了解 那在安全无虑的 这一个条件之下 这个无虑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用道安的委员 去做一些现场的会刊评估 如果是OK的话 我想议员所提到这个意见 我们会慎重的 而且会积极的 来向中央来表达 这样的一个需求 好 谢谢机长 那么再过来 其实很多的像我们台湾 要发展观光的地方 非常的多 当我们坐飞机 看到台湾的山 真的是很美丽 像我们所谓的后花园 我觉得我们政府投资 在原乡的观光的投资 不是很高 那么市民朋友 包括我们国人 我们不一定要出国去玩 台湾到处都是美丽的地方 那么我就以我们桃园区来说 八个里 是值得开发观光的地方 当然观光必须要有住宿 那么原乡比较缺的就是没有住宿 所以留不住许多的游客 所以我鼓励我们的乡亲 在南横公路 完全通车之后 能够在附近 找一些比较安全的地 安全的农地 自己开发小型的录影区 那么我们山区内没有必要开很大的饭店 很大的住宿 没有必要 我们应该朝着有特色的美景 来开发小型的录影区 但是有一些部落 可以变成观光 一个服务的部落 这个我们政府应该要重视的去投资一些设施 那么像梅山 它是国家公园的 有梅山口的服务处 Lavurang是靠近梅山口 那么过去的经验 梅山口常常是游客 额满的地方 那么找不到住宿 就往下找一个Lavurang里的部落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政府的观光局 能够跟茂管处 请茂管处投资一些经费 放在我们陶影区 作为日后逐年开发观光的投资 那么茂管处20年来 它的投资大概都在屏东 那么像我们桃园 也是茂管处的服务的范围 但是我觉得我们茂管处 在我们桃园区 投资的观光的经费不多 那么我是希望茂管处 也能够在桃园区八个部落 来逐年投资每一个部落的观光发展 那么一个投资 一笔的资金 没有必要说放一个点 这边放六百万 那么一个点放四百万 一个点放三百万 我想这样的投资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应该是逐年 比如说我今年在某一个部落 我们茂管处跟市政府的观光局 来合作投资一个部落 来改善它的所有空间环境的设施 那么这样的话 逐年改善投资某一个点的观光点 会比较有效 因为我们原乡每一个部落 它的周围有山有水 有森林有历史故事 那么有它特色的产业 我认为我们市政府的观光局 是不是可以透过跟言明会合作 把每一个部落的千里的历史背景 包括它的重要的人物 那么做记录 放在我们的观光局 那么将来很多的游客 带着游览车 经过每一个部落的时候 那么导游就有机会 来介绍每一个部落的文化故事 它的特产如何 它的文化背景如何 它的传说故事 因为布鲁组很多的传说故事 那么我希望观光局将来 能够逐步的收集一些 我们桃园区各部落的一个产业结构 最基本的平台的知识 那么这样的话 对原乡将来吸引观光客的魅力 会有帮助 那么特别也请我们的观光局的局长 能够跟贸管处的单位 来协调看看 桃园区的开发的观光 应该要逐年为每一个部落 做一个计划 那么今年跟明年 先从拉乌兰里 拉乌兰里 来做比较大的投资 那么隔年呢 再总复兴 那我退给医生大三分钟 谢谢 那么每一个部落呢 比如说我今年冒管处 有多少经费 那么我就投资两个部落 做开发观光改善设施的一个环境 那么明年再抓两个部落 后年再加两个部落 第三年再加两个部落 那么整个沿线 桃园区整个沿线的部落 就可以完成开发观光 整个环境的空间 就会改善 那么我们也希望 观光光局长能够跟贸管处啊 沟通 二十年当中 所有贸管处的经费都放在屏东比较多 因为我们没有立委啊 这是很现实的 但是呢 我们市政府的观光局可以做一个平台 要拜托贸管处啊 投资一些经费 放在我们高雄市的原乡的后花园啊 总不能都放在屏东啊 既然是茂管处的茂管处的茂管处有责任来开发我们高雄市后花园的整个有潜力发展观光的部落 那么我觉得我们市政府呢 上次对宝来整个环境的改善 空间的改善 以及配合开发温泉的一个目标来做改善 所以宝来最近都环境的不错 唯一要改善的就是希望拿人沟路打通 那么宝来啊就有发展 甲鲜就有发展 美农也就有发展 请机长能够答复 一个是请茂管处 多投资我们高雄市后花园的一个经费投入 第二个要优先去把梅兰拉乌兰里部落 来做一个茂管处一个重点开发的部落 那么隔年再换一个部落 后年再开发一个部落 那么整个桃园区每一个部落 配合茂管处的规划发展 南横公路一通 我们桃园区所有的部落的乡亲就有机会准备服务观光 那么服务观光当然自然产业就会呈现 请我们的观光局的局长答复 观光局政局长请答复 好谢谢主席 谢谢我们伊斯坦大议员 首先我要跟议员报告就是我们观光局在今年的一月的时候 在南横公路还没有打通之前 那在地的宝来的他们六规观光休闲协会呢 他们跟区公所合作要继续办理 所以也会带来一波这个观光的人潮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观光局会来跟他们做一些合作 我们希望也规划一些套装的行程 能够促进我们桃园区的观光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刚刚议员有席套 我们这个地方的景点价值的这个计划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观光的亮点 那在硬体建设的部分呢 我们每一年在跟观光局 交通部观光局申请这个景点建设的经费之前 我们会在前一年透过区公所 请他们呢来提出在地 是不是有需要我们再去做一些硬体建设的部分 那很可惜是明年的部分 我们知道桃园区公所没有提出来 不过这个部分呢我想刚刚议员的提议呢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检视 是不是有什么观光的新亮点 能够跟桃园这个地方 我们跟贸管处来跟交通部来争取一些经费 那第三个部分我要跟议员报告的就是 其实桃园这个地方呢 是有很多观光的亮点的 比如说我们的散煤的行程 它就是在冬天 那其实我们桃园因为有一些这个山路的问题 所以在汛期的时候 它可能道路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在冬天呢 其实我去过好几次 都是非常好玩的 所以我想这个散煤的行程 怎么样跟六规的散煤的行程呢 来连成一线 这个部分呢我们来跟圆明会讨论 另外呢在半首领的部分 对不起打插一下郑局长 我现在先处理一下时间 好 谢谢 因为现在离散煤时间六点已经时间到了 所以我先处理一下 我们今天下午的议程就到 伊斯坦来咨询完到 林婉容议员咨询完之后再行散煤 好 抱歉 谢谢 那最后呢就是在半首领的部分 还有包括爱玉啊 还有一些梅姿啊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可以发展的部分 另外呢当然在表演的部分 还有一些原住民的表演 我们桃园有很好的八卜和音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地很重要的观光资源 所以我想未来包括硬体跟软体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南恒公路能够赶快的通车 那我们也做好准备 我们会跟圆明会做一些讨论 怎么样促进桃园区的观光 好 谢谢 谢谢伊斯坦大议员 接下来是林婉容 林婉容议员咨询 谢谢 谢谢主席 今天是交通部门业务咨询 好 那今天我还是要呼吁 我们所有的局处首长 各市主管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我们的市民朋友 在关心市政的好朋友们 现在极端的气候 那我们要爱地球 顾地球 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 就我们来响应一周一书时 好 那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今天是针对交通局跟捷运局 来做个咨询 我们捷运局 捷运公司 那由政府部分有投资了1531亿余 那明天投资有308.04亿 308.04亿 那这个公司 算是一个非常 投资而非常庞大 1839亿余 一个大型的公司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捷运公司 它是一个这么大型的公司 我是不是可以建议我的那个主席 你把我二次三次的时间都把它加总下去 好 那就一次把它加组好了 再加15分 好 谢谢 你时间暂停一下 好了 那我们先回到原来的画面 这个是我们的主秘 那个主秘 这是过去已经卸任的总经理 我觉得他们是在骗很大 在当时本席在议会质询 那捷运公司 当然是捷运局 我想这个应该是捷运局跟交通局都有责任 那他当时本席就咨询之后 他为了要把本席告诉我说 他们捷运车厢要全面装设监视系统 结果到现在 好像都没有这个 装的现象都没有 来 我们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本席一再地讲 我感觉让他骗爽的呢 真的是骗骗社会 骗骗我们共同人 在102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憨儿 这个憨儿是在我们的邻居 他住在前阵 他下班的时候 他都必须要搭乘捷运到他家 在搭捷运的过程当中 在车厢里头被打 到最后成为悬案 关键就是在他捷运车厢里头 没有装设监视系统 在从他得知他 有发生这个案件的经过 加上这位憨儿 他又没有办法清清楚楚地表达 结果到现在成为悬案 那我们看到欧美日本捷运车厢 都有装设监视系统 监视器 就连我们现在高雄轻轨 车厢也有监视器 那当时这个总经理 当然我也感谢我们的捷运局 这个是主秘 主秘在哪里 主秘 现在主秘 没有主秘 好 那当时 捷运公司 他就很友善地 请捷运局 跟我说我们到现场去看 因为我不是一个爱作秀的人 像争取这么大的事件 照理说我也可以找 没带来 但是我是想说 你们有在做 也就想说 就不需要去大会周章 结果 高杰 他表示 他都有四十四十二类 每一类有三节车厢 每一节车厢 必须要装四个摄影 这个摄影机 总共必须要装五百零四个摄影机 在捷运公司 他允诺 他要做 那天 他说已经准备好了 也要去安装 测试中 结果这是在测试中 你看 这个是主密码 是家仓主密码 这个是我 我们都那么开心 那天就神采奕奕的 我也很高兴的 总经理 还有 我们就到现场 他告诉我 他做好事了 结果 在2015年2月11号 高雄捷运公司 他说车厢内 已经装设捷运公司 这个监视系统 这个监视器 做会刊 结果 大家讲得那么好听 也很高兴 确实在当下 就好像他不是在骗人 他也做生意 也邀请我去 好 那他在当时 他就讲 这一项设备 相当先进 未来 未来只要拿着平板电脑 就能连线到监视的画面 对我们的捷运的乘客 可以有保障 对我们的民众安全有保障 当然 这个是有正面的意义啊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说在用平板 就可以 监控到整个所有的画面 那我们在那边 这是怎么 去到很高兴 那结果到现在 这是 近的 他这个是镜头 是镜照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 未来启用后 可确保民众搭乘高 高雄捷运 也更加安全 更加安全 更加保障 这个是我们当时 在车 车门边的镜头 这个是坐在 位置中央的镜头 我们都拍的 哇 这个真的 就是有这么一回事啊 我请问 不正 有这个 敢是去的车胜 这就是 就当时 他在测试的时候 就是 可怜就是 他在欺骗社会 可能就是三个 三节而已啦 这敢不公灵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请问 都没有敢是去 怎么会这样 那我们交通局 是不是也有最近附起 营运监督的管理责任啊 不仅是 我们的 捡局 那难道交通局 也不需要 有这样子的责任吗 那我是不是 要请我们的捡 捡局 局长 你来回应一下 捡局局长 有这样子的公司 一这样子的公司 更年欺骗社会 还给我欺骗这么久 那如果今天没有再去做追踪的话 那我们来看看 你那個局長 你看一下 捷運換卷的事件 历历在目 裝飾有爭感死去 這就對 那些反罪 想要反罪的人一定有一定程度的 核子作用 你要看 2013年 在我們的夥伴 在車廂裡被打到現在 沒有辦法破案 那2014年 台北捷運板南線 政捷 他隨機 以屠殺 4022桑的事件 他也是立即可以 他就是有監視系統 監視器 他才可以 馬上可以抓到政捷 他所犯的案 還有台北捷運 中山站 也4號出口 郭賢也隨機 他也砍了4個人去 他也是台市的人 受傷 上病 在2016年3月29日 也是新北的 北投 學運站 也在發生 類似這樣子的 砍人事件 他這三個案件 都是有監視系統 所以他才能夠立即 逮人 那我們高雄市 是怎麼高雄人 比較不得事 好 那你請 要不然是這樣子 局長 你操作一下 等一下一併回答 好不好 好 謝謝你 我知道你 你是很用心的一個局長 那麼接下來 那我就本席就要 也要來請教我們的交通局 高速公路末端 高雄港 高架另外道路 在去年的11月完工通車 新生路 斷北側 由前鎮輪渡站到58號碼頭 那為什麼 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辦法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來回到畫面 因為 因為 我們就是都 甘獨不久 當然這和 國公局 有關的 但是國公局 有關的 之後 和我們 輪船公司 也 隨隊有關係 因為 這個地方 我們的 國公局 他同意把 高架橋下的 他要鋪設 一條 七米的道路 連同 工業區 林水南路 有 室有的 三公尺的道路 他要把他 變成 一條 十公頃的道路 這條 這條就是 林水南路 現在我們的市民朋友 我們的鄉親 我們的 兄弟 正在我們的電視機頭前 在看 真的是 我們林水南路 新生 工業區的 好朋友們 姐妹們 真不好意思 他們一再的 謊言 都沒有去做 而且 讓你們受苦了 萬榮在這裡 也跟你們 不好意思 這一條就是 國公局 他做的 連外道路的下面 這就是 七公橋 一牆之隔 結果 國公局承諾 去年底 要把他完工 但是 都沒有完工 為什麼沒有完工 就是因為 一次一次的 會刊 一再一再的 說謊 結果 面對的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而且 就是橫向的協調 溝通 不良 才造成 來 我們原來 來 我們 好 這個 原來在 就是說 拖了十個月 都沒有下文 結果 就像一個 晦氣的 廁所 他就能夠把 時間拖了 十個月 這真實在 不知道 這到底是 出在什麼地方 家風局 你們的業務 非常的繁重 但是 也對你們 非常的客氣 但是 一個小小的工作 可以 一堆堆 十個月 好 那我們就要看他這一條 一個七米的桌子 他就卡在 一個 晦氣的廁所 當初 前陣輪渡站 他要 拆除之後 他有一個貨櫃 他必須要去 做一個 臨時的 辦公室 也要做一個 臨時的廁所 才能夠把剛剛 所講的 晦氣的廁所 把它 拆掉 那因為 這個沒有拆 而一直延宕 沒有辦法 做臨時辦公室 也沒有辦法 做臨時廁所 後來一個問題 是出在 這個 這個是 便室 現在這個是 新的吧 就因為 你們 輪渡站的 站長 還是 今天你們有沒有董事長 有沒有總經理 總經理是哪一位 輪床公司的總經理 是你 你現在生了吧 生總經理 我是代理的 代理 就是因為 他這個廁所 沒有辦法拆 他的主要原因 說什麼 說是有一個 什麼 中華電信的線 台電的線 那這個廁所是 他不是國稅局 他是財政局 涉嫌到 他這個 廁所 就是 登記 有定義 是有財產的 所以 他要廢除 必須要跟 財政局 報備 結果一拖 拖了 十個月 那如果 那一天 我沒有去 繼續 再去做協商的話 來 好 那後來 我想說 這個 你 去年底 要完成的 小小的工程 因為 你知道 局長 這一條路 已經給人家 傷害 噪音 造成 很多人 很多人 都憂鬱症了 很多人 都在那 失眠 破壁 為了國家建設 他們要吞下去 他們要忍 結果 一拖 就這麼子的拖 那 因為我們 那一些 我們的鄰居 他們都想說 抱歉 再跟我說 我就跟他們說 抱歉 你就是要 受到 這樣子的 承受 給你們 感受 後來 他們說 沒有辦法 再找我 說 後來我就找 相關的單位 來協商 那現在 好 那現在 已經拖到這樣子 那我要請問 國工局 他目前 當然 剛剛 我要陳述的 都是已經弄好了 這樣 會為 廁所也 廁所也拆了 為禮 現在 也已經 疲 現在 這樣總控制 好 我想 也應該 我們前鎮 有明天 那因為 新的前鎮 輪路站 何時能夠完工 本來 這也經過 很多的 真的 等一下 讓我們的交通局長 來給我回應一下 現在目前 他的狀況 進度如何 我一再地 去爭取 從以前 我們 郭文成 立委 在當 立委的時候 一直 一直爭取 爭取 爭取到現在 為什麼 前鎮 走音 坐 車廟 走音 坐 空氣 污染 真的是把我們 前鎮 漁港 動作 我們那些人 繳稅金 繳得最多 我們漁港的 稅金 繳給我們政府 繳多少 我們要面臨這樣子的 殘酷的 這樣子的 遭到迫害 當然 為了 國家的建設 這個 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接受 那就是說 我們不能再一拖再拖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 那這個 也是台灣第一座 臨港國際集 的會展中心 城市 城市的國際形象 高雄世貿展覽館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也是 當然也帶動我們整個 經濟的 要說起飛 好 不到起飛啦 就是說 會 比過去更好 好 來 我想這個問題 應該也很多人都有 媒體也 也 也 也有 媒體 這個也不是新聞的啦 但是 在這次的風態之後 那我們的 市民朋友 也一再的 那本事也有去看 因為這些都在我的山區嘛 場地泥泥 積水 真的 這個地方是 是停車位啦 是在放停車的地方啦 但是 因為這個土地 是中油 中油的土地嘛 那當時我們 交通局 把它借來 要當停車的使用 因為這裡就是有 世貿展覽館 那必須要有 更多的 我們的 停車空間 但是 你要把這個 停車空間 要來騰出一個 跟中油借土地 要來把這個 停車的場域 難道你們不需要去把這個 基礎建設做好嗎 那這個 本事有去看現場 那這個畫面 我們也有去照 那這個畫面是 我們的市民朋友 也來給我 那我照的跟他的 也差不多 冰水啦 冰難看啦 那這樣子的話 這是我們高雄 很驕傲的地標呢 新光停車場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啊 那我們是不是 局長 那 讓你 來 回應一下 交通局的局長 交通局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林議員 對新光停車場的關心 新光停車場是 本來 本來是我們交通局跟都發局 一起跟中油借 因為當時 就是興建 這個展覽館 那旁邊我們把它當作一半 我們當作停車場 另外一半是 都發局所俠管 那後來租約到了 現在變成我們整個把它借過來 不過這一塊地 因為中油它本身 這塊地是屬於那個 污染場子 它是土地有問題 所以它 在我們租約 借其到的時候呢 中油提出他們要做那個 土屋的整治 就是那個場子土屋的整治 那麼有送到 送到這個環保局 環保局已經公告它這個 已經要整治的場子 所以在那個之後 是不能有任何的工程 去做動作的 所以才會產生 它到下雨變成沒有辦法排水 那沒有辦法排水 是因為它本身就以前 這個是借來的嘛 對 本來就是沒有那個排水的系統 那後來因為有一個大的展覽 我們也想說這樣子下去 對我們整個形象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也跟水利局有共同合作 目前現在在這一塊地的中間 有做了導溝 導溝引導到旁邊有一個集水池 讓它能夠從集水池那邊 把水集中以後用抽水機 萬一如果有集水把它抽掉 那這個問題就可以克服 那不過整個過程裡面 就是剛才我跟議員報告的 主要就是因為它已經是公告的 整治場子 不能再有任何大型的工程 進去做施作 那目前也找到一些解決的方法 我想這個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相信應該不會再有這個情況 那還有另外兩個問題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那個 前鎮輪渡站的整建工程 這過程也感謝議員 對於它整個設計還有功能 一直都非常關心 那也因此這樣 讓整個設計更加的完善 當然本來國公局 它要承諾的這個經費 可能就高出去了 我們也很感謝議員的一些協助 那目前整個建造的這個設計 已經在8月11號完成整個 暫體的西部設計 那預計在年底就可以發爆施工 那106年底它整個國公局 建造完以後就會交給我們 輪傳公司來移交使用 你再講清楚一點 現在電視機前面的我們的市民朋友 很關心這個區塊 好 你 好 這個目前輪渡站的西部設計 是在今年的8月11號 已經完成了西部設計的審查 那預計 105年底開始動工 106年底它國公局 建造完成以後會移交給 輪傳公司來做輪渡站的使用 好 謝謝 那還有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沒有捷運裡頭 它沒有監視器 監視系統 這個你有沒有責任 也一起跟捷運局去要求捷運公司 要盡數來設置 這個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義務跟責任來 你們要負起營運監督管理的責任 交通局負責是捷運的監理工作 捷運監理工作每一年有所謂它的定檢 那麼定檢裡面是根據它 當時這個設備的合約裡面 我們去進行這樣的定檢 那我知道這幾個會期 議員非常關心那個監視器 增設的部分 那剛才議員也大概有提到 你要不要要求它 對 我們可以來要求 或是了解他們之前 之前所承諾的捷運局 要求捷運公司 要去裝設這個部分 是什麼原因 後來怎麼停頓下來 這個我們會後來做了解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局長 您請坐 那我請監局的局長 你來回應一下 來 監局局長請答應 感謝主席 感謝林議員 因為為什麼我會說講清楚 你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盡量靠近麥克風 因為我市長質詢的 也就是市政報告級質詢的時候 那我們的那個李伊德 局長 他 局長他就講得太小聲 結果重點 我們的市民朋友都沒有聽到 但是你這樣子跟我講 我有聽到 所以不好意思 我請你講 就大聲講 沒關係 好 感謝主席 感謝林議員 那有關監事記部分 剛剛林議員一開始就有提醒我們 其實整個捷運建設部分 他是採獎餐 也就是我們VOT的部分 那由政府編列預算 政府投資跟政府應辦事項部分 其中有部分就是屬於300億裡面 就是屬於我們捷運公司的投資的部分 那這裡面有關那個 所有捷運車輛這一些跟監事器部分 那是由捷運公司這一邊來投資的 那林議員有說幾次 所以我們就去找那個捷運公司 你跟我跟嗎 局長 我一向對你都跟整個市政府團隊 我都一向對你們都非常的客氣 但是如果說我一再的要求 一再的講的時候 你們都把我當成耳邊轟的時候 我就不再客氣了 所以林議員這一部分 我們會跟會同交通局這一邊 然後因為捷運檢體部分由交通局 他們會有檢查的部分 那我們會同交通局 然後再找捷運公司這一邊 然後是不是針對這一部分 然後趕快做處理 好 像當然我們高通市 在陳菊市長的主任之下 他是一個福齊 我們大家都有福氣的人 所以我們高通人 就是大家都有福氣的 好商商品福氣 所以我們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們要防範未染啊 你們一定要兩個局處 就捷運局 那我當時我都針對捷運局來講 可是我發現 這個營運監督的管理 也是交通局也是要有分啊 所以說你們兩個局 共同來監督捷運公司 因為捷運公司 我們對他不保啊 包括他現在大魯閣 他當然是有人 有人要來跟我們高通局 高通的高通局 最好啊 但是你看我們高通局 想盡各種辦法去幫助他們 結果他怎麼可以這樣子的 對待我們高通市民啊 好不好 那給我承諾一下 什麼時候可以要求 你們兩個局處首長 你們怎麼要去 會後 你們怎麼去溝通 那怎麼樣去跟捷運公司 現在是還是董事長還是 好董事長嘛 那好董事長應該很好說啊 只是你們的層級可能不夠高 可是那就是說你們屬下 可能是你們的位階可能不夠高 沒有辦法到董事長的層面去 所以兩個局長如果要求 邀請好董事長來會談 我想這個應該現在已經年底了嘛 那我想我希望說明年啊 明年一定要把它完成 可以這樣子的承諾嗎 那個跟林遠報告 是不是我們因為 怕你跟馬財都是那個 我們部門質詢 那我們部門質詢 所以我們努力計要交通局部分 然後我們會找那個 好董事長來點趕快延商 看怎麼處理這一部分 對那要盡快喔 我看到明年有一個好的結果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辛苦了 那今天所有的議程質詢都完畢 那我們明天九點開會 上會 謝謝